这家上还有这么多家银行 这家上还有这么多家银行 也不知道会是哪一家的 你刚才那位老眼昏花的 他的话能信吗 我就觉得不是银行 苏志文没事去银行干吗 你为什么就一直觉得不是银行呢 直觉啊 你要相信一个女人的直觉 你也要相信一个男人的直觉 我觉得这把钥匙一定能打出来一个大秘密 你们看 相家老店 相家 你是说柔知姐的事 这么巧啊 可是我一直怀疑 这会不会是真的 不要道听途说人家说什么都信 是真的 是假的 是罗子是马 进去看一看就知道了 说不定我们还有重大发现 走 你好 要买新鲜豆腐啊 得等一会儿 现在啊 只有豆腐干 周姐 怎么了 平时就你话最多 今天怎么了 我没睡好啊 你还没睡好 我才没睡好呢 好酷啊 这姑娘真漂亮 怎么以前没见过 我们是从上海来的 难怪 上海姑娘就是漂亮 我儿子也在上海呢 你们看 那边上是我儿媳妇儿 漂亮不 你找的人可靠吗 小姐 你放心 交给张姐 我做事啊 绝对不运出疲漏的 相冰嘛 就算再不会演戏啊 演个死人 那是没问题的 那就好 不过啊 我有一个条件 你说 事成之后呢 我想看看沈家的小小姐 方小夕 可是你说的那个张姐 根本就没有来 是一个男人在那儿 她 她还知道我的名字 而且 而且她好奇怪 她还抓着我 不过啊 不过啊 那都是十几年前的事了 我们这小地方 拍个照片不容易 留一张照片 留个念想 我儿子到上海好几年了 一信全无 我养个儿子有什么用哦 老伯 你儿子在上海做什么的 我怎么知道 他连死连活我都不知道 我那儿子不学好 不说了 不说了 待会儿啊 老婆子听了又得哭 你出来干吗呀 躺着去 去去去 原来是真的 有的时候事情没有往我们希望的发展上去发展 有的时候事情没有往我们希望的发展上去发展 也许并不是什么坏事 也许这只是老天觉得我们的剧本太烂 想要帮我们安排得好一点呢 剪编辑你倒是挺乐观的 大家都这么熟了 周济你以后也就不要叫他剪编辑了 跟我们一样 叫他东平吧 明天 就是苏志文发丧的日子了 又是一番大张气贵的续情嘉义啊 我就是觉得 苏志文这个人的身上有太多的谜团了 可是现在人已经死了 我们该怎么解开呢 会有办法的 会有办法的 很丁净 才参加完你们的婚礼 想不到这么快就 家母最近身体不好 不要再提及这些伤心事 哎 家女顺便啊 先休息 好 明月 王总 家女少爷 你认识她们吗 你一定不会认识 我也不认识 她更不会认识 这来来往往祭奠的人当中 有几个是真正的宝宝呢 就连认识她的人 都没有几个 那又怎么样 她们反倒能大大方方地 假装伤痛 哪怕哭得 哭得严重点都没关系 反倒是那些真正伤心的人 可能却连一滴泪都不敢流 不急 不急 。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了 真是稀客呀 家里没有别人吧 别跟我闹了 我可是单身青年好不好 进来吧 我看出来了 你这种人啊 就是嘴花心色实际不操作 你这么晚来找我 是想让我把你操作操作吗 少来 我是请你来帮个忙的 什么问题让你如此的 那个字怎么说来着 夜不安枕 等一下我给你拿酒杯 来 来了 其实也没什么事 只是我写到一半 突然职业病犯了 想 想把它弄明白 方琪的问题你到底怎么看 你怎么会突然问起方琪的事呢 没什么我一直都很关心方琪啊 我只是今天在医院 看到方琪的手臂上有一个红点 你给她采血了对吗 对 没错 方琪是我非常重要的朋友 我比任何人都想要去保护她 但是她在整个案件过程中 扮演一个非常神秘的角色 我一定要把她弄清楚 你不会就是因为这个事而来的吧 好 那你也太心急了 说不定明天就会有答案了 明天 来 干了这杯酒回去好好睡一觉 也许明天就有答案了 好 晚安 好 慢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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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没待多久你可就下了逐客令了 况且你怎么能确定是晚上丢的呢 弄不好大白天你就已经丢了呢 说的也是啊 我说周济 你大半夜跑他们家里干吗去 当然是喝酒了啊 我昨天开了一瓶一九二五年的红酒 很贵的 你们大半夜在他们家开了一瓶一九二五年的红酒 很贵的红酒 不是你想的那样的 他想的是哪样的 打住打住 不说这个事 你钥匙怎么办 钥匙 其实我觉得也无所谓了 想想看 反正我们也知道钥匙是银行保险柜的钥匙 上海洋人开的银行也就那么多家 只要我们提前赶到 说不定连那个偷钥匙的人一网打击 对吧 到底是警探 思维就是缜密 客气 那那个香槟呢 香槟案子还在调查中 有结果的话我会告诉大家 喝酒早了 小的时候 特别喜欢到这边来玩 特别心情不好的时候 现在长大了 他就越来越少了 为什么 因为以前我爸每次带我到这儿来的时候 都是跟沈阿姨在一块儿的 沈阿姨那时候的办公室在那边 我爸就来找他的时候 他又带着我来 但是我一点都不想看到他们俩在一块儿 一点都不想 所以我宁愿放弃掉我最喜欢的这片地方 在家里陪着我妈妈 哪儿都不去 我要是你 我要是你 我就带着你妈妈一起来玩 你是一个男人啊 你不光要有让自己快乐的能力 你还要有让家人快乐的义务 你不可能是要有钱 在我记忆里面 我真的从来 从来都没有带我妈妈出来过 到处转一转 我们大开心 没关系喽 你就是笨 你又不是没有心 你妈妈会明白的 一看你啊 就是小时候就要宠坏了 只知道接受别人的给予 从来没有想过别人需要什么 自己能够付出什么 不像我 所有的一切都要靠自己的努力 去争取来 即便争到了 一不留心又都没有了 想想看 但我是最怕失去的 但好像一直在失去 没关系 慢慢也就习惯了 也不觉得是件多大的事了 所以说那晚在苏州 你做梦的时候一直在叫我 有丢下我 我说的 我也睡糊涂了 应该是你说的 我 我可能是想妈妈了吧 我也没有妈妈 你跟我是一样的 所以 没关系 别怕 我能跟你是一样的吗 你好歹还有爸爸呢 好好对你爸爸吧 这还有时间 这还有机会 别身在福中不知福 其实写写专栏也挺好的 前提是你得给我加薪 你 你到底想说什么 也没什么 只是突然觉得像现在这样 什么也不做 就坐在这儿吹吹风 挺好的 你是不是最近查安太累了 其实这事 是我们子就要卷进来 说白了跟咱们没关系呢 现在说这些你不觉得太晚了 我只是觉得自己太渺小了 冥冥之中我就觉得 我们背后有一双大手在控制着 我们就像一只一只提线木 无论做什么 都摆脱不了被控制的命运 很简单 那我们就什么都可以做 如果恶的势力 在牵引着我们 无意识地去做了 那我们那个时候都不做了 如果是光明呢 我这个人挺知足的 我觉得我现在的生活 挺光明的 我宁愿不去冒这个险 而且人为什么一定要知道那么多呢 糊涂一点 我现在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 挺好的 你说得有道理啊 再坚持最后一次 等这个案子破了 我决定做一个糊涂的人 郑瑾啊 其实一直以来我都觉得 你身上 有挺多秘密的 但是我不想揭开 因为我知道你有 你不是我的理由 那我要做的就是 相信你 我答应你 如果有一天你想告诉我 只要你说 我都一定会信你 你别那么肉麻行不行啊 我能有什么秘密啊 那你昨天晚上 你 你大半夜去找韩文亮干什么呀 简东萍 你干嘛把什么事情都搞得那么清楚呢 你糊涂一点不行啊 你 可能她会有ull行 你吃着吃鸡鸡肉 吃蚌肉 我吃完 你吃着干脆 或者�鸡肉 你吃着干脆 你在干什么呢 沈阿姨 来了 你看我把谁给您带来了 太太 太太 您怎么这么憔悴啊 这些小题子们是怎么照顾您的 我没事 我很好 我们已经调查过张妈了 她不是杀死苏志文的凶手 那凶手找到了吗 你还不知道吗 凶手跟当年孩子小陈的 是同一个 好 你的钥匙给我 你只好别跟我开这种玩笑 我没有跟你开玩笑 我信你可以去打开抽屉看一下 钥匙还在不在 是灵格 我可以帮你找到了 我感觉到有点 magnesium 我没有给你帮我的 我可以帮你帮 refugees 也没有帮忙 我帮你帮我帮你帮你们 我帮你们了 你帮你帮我帮我帮你们 你帮我帮你帮我帮我帮你帮我操你帮办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不明白 为什么你非要在方琪的房间聊 如果沈阿姨是坦荡之人 我们也不用在这里聊天 你好 请问你认识这种钥匙吗 拜托 你帮我看一下 对不起 小姐 我们这里有摆了个保险箱 你拿一把钥匙来 你让我怎么给你找呢 拜托 帮帮忙 你们留经理在吗 那我检少爷 留经理在的 把他叫出来 嗯 好了 这张报告是方琪的学业检查报告 结果显示 他的学业里 有一种让人精神狂躁的药物成分 这种药物不光会影响他的情绪 还会使他产生幻觉 本来 这也只是最近的学业检查报告 以前是什么样的 我也不清楚 所以我根本没有办法去判断 苏志文就是他害的 是您对他的爱出卖了他 你到底想说什么呢 这张照片您还记得吗 小陈出事的那一天 我和方琪去大使夫人晚宴的时候照的 后来录口供的时候 被你们警方拿走了 没错 但是 你确定 这是那天我和彦的照片吗 我没有想到居然是你拿了钥匙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不是我 那是谁 是 这 以后你会知道 故事有点长 让我来说给您听 方琪 从小就是一个神经质又敏感的女生 从小生活在父母的溺爱之中 无忧无虑 可是意外 突然在一夜之间发生 父亲方国华的意外离世 母亲的改嫁 大姐方若芝的被迫离家 都让她极其没有安全感 紧接着 她的弟弟妹妹不断地出生 让她感觉 在这个家里 她就是一个局外人 于是 她便私自偷藏了一些财物 计划着离家出走 可不巧的是 藏在河对岸的财物 不小心被贪玩的小琛无疑发现 她为了阻止小琛 将去往湖里的船 文亮 我知道 你喜欢放弃 喜欢和对错是两回事 喜欢和对错是两回事 可是她现在已经这样了 你为什么还不放过她 你为什么不放弃 你还不放弃 谁给你放弃 泥 我自己帮你放好 要把水 财物 你脇就放弃 拿开这个箱子的两把钥匙 好的 您去承诺 好 不打扰 我知道 方琪是您一直最疼爱的女儿 就算她犯了什么样的错 你都会想尽办法去保护她 十几年前 你为了包披她的过错 不惜送走了林阁 十几年后的今天 老戏重演 这一次您抛弃的事 一直照顾了您三十多年的老佣人张玛 沈阿姨 不得不说 我真的是佩服您 有一天 当您有了孩子 您就会明白的 可是我真的不敢说 质文是方琪杀的 我只是 我只是怕 所以 我才会让于芬去顶罪 沈阿姨您放心 如果方琪真的是被药物控制 即使就算是她杀了苏志文 她的亮性也会从心的 我们不会逮捕一把刀 真正的凶手 是给她下药的人 哈温亮 出来一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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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咻 刘 这个衣服上有一些残忧的药物 你帮我检查一下看看是什么 这是谁的衣服 你别问了 周景啊 你在怕什么 我也不知道 我以前什么都不怕 可现在真的很害怕 过了今天晚上 可能明天我们就不再是朋友了 就当我最后请你帮一个忙 我真的是太高估你了 钥匙是你投的对不对 看到你现在惊慌失措的样子 跟我当初想得完全不一样 我一直以为你是个什么狠角色 没想到这么可爱 放心了 过了今晚 我们明天还是好朋友 别闹了 什么钥匙不要似的 你又搞你那套心理战术 不过 这个问题从进门到现在 你说了肯定不下一百次 我打赌你连扫院子的陈伯都没有放过 我是不会上当的 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要跟我演戏啊 我不用去调查每一个人 我不用去调查每一个人 因为我在苏志文的遗乌信件里 看到的不只有钥匙 还有一件东西 你的照片 周景 能过来一下吗 这是手稿 是日记 我的身体 越来越差 我怕日后配合不了你的访问 这个 你拿去当参考 要是你有什么不明白的 你再来问我 你再来问我 谢了 大姐 文亮 这是不是苏先生的衣服 我不知道 真的是他的衣服 怎么会在你这儿呢 这是苏志文的衣服吗 苏志文的衣服怎么在你这儿啊 因为 是我拿给他的 是我拿给他的大姐 你也知道 之前我一直怀疑苏志文 所以我偷偷地拿了这件衣服 是真的吗 嗯 从苏哲回来之后 我就突然想到了这件衣服 我在想 会不会有什么新的线索 所以我就和周锦商量着 看什么时间拿给你 拜托你查一查 好啊 这样啊 好 太太 是我不好 没能护得住方琪小姐 这不关你的事 也许真的是我年纪大了 看人 看人没以前那么准 低估了那个韩文亮 太太 方琪小姐不会有事吧 看样子 不会的 我不会让她有事的 你去帮我约一下简律师 是 太太 别人 别人 出了什么事啊 韩文亮不知道用什么方法 他查到了方琪以前的事情 这件事我已经瞒了十几年 没想到还是给他查出来 你先不要着急 我看他对方琪还是不错的嘛 这样 不是 我们先别管他了 最坏的打算无非就是对付公唐 我是干什么的 你放心吧 听你这么说 我真的比较放心 你不用担心 事实都有我呢 只是 我觉得你应该顾及一下自己的身体 下人们说 你已经晕了两次了 老这样怎么心哪 其实那只是做做样子 只闻死的那一天 我在地下室有东西不见了 你是说 别把人站呗 没错 就是那本案账 那是方琪董事会股东 一直以来见不得光的财物进出 是吗 没错 近一年 我放心地 把方琪交给柔知管理 就是因为我相信 这本账本 不会出什么乱子 它是我掌控方琪的最后一把筹码 那天本来想要把他交给灵格的 没想到他居然不见了 除了我之外 还有别人知道那本案账的存在 就这样 灵格 你先别着急 你 我觉得 既然那本案账到现在没有用过 那无非 它也就是在你们心里边 得到一种安慰 怎么就当它呀 还存在 慢慢找就是了 你也该知道 方琪的股权分配 作为绝对的大股东 我拥有百分之三十的股权 增加老爷子百分之十八 其他的小股东 他们拥有零星的股份 曹 琴 杨三家 他们共有百分之四十的股权 我最近听说 有人跟他们走得很近 要是兴棋就没问题 最怕就是有分歧 那么 我手上的百分之三十 能说了算 你现在该知道 我为什么要装病 我就是怕手上的筹码没了 只好装病示弱 让对手放松警惕 我明白 明修战道 暗度沉藏 阿然